第三,下列各种家庭废弃的物质中 何则可用来作为制造肥皂的主要原料 我们晓得做肥皂的第一步骤叫做造化 造化是把所谓的脂肪跟碱作用 产生脂肪酸、金属盐 也就是肥皂跟甘油 那么所以我们要找到脂肪 来去跟我们的碱作用 那我们可以发现A的回锅油 油就是所谓的脂肪 所以它可以来做肥皂 所以第三次提问我们说 下列各种家庭废弃的物质中 何则可用来作为制造肥皂的主要原料 我们答案选的是A回锅油 因为回锅油是脂肪 可以跟碱发生所谓的造化反应